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幻之 节目开始之前提醒各位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许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来说今天的故事 2014年位于河南三门峡市郊的 大唐火电厂三系工程正在紧张地进行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到了三月份这项工程 有部分区域却被叫停了 并且这一区域内的地面建筑 还被责令全部拆除 出了什么问题呢 来看这张图 这是当时从工地四十米高的吊车上 俯拍的一张场景图 当时区域内的地面建筑已经拆完了 而您看到没有 地面上全是用白灰画的一个个小框框 为什么要画这些框框呢 有经验的朋友可能知道 考古人员在完成古墓位置勘测之后 都会在地面上标出框框来 每一个白色框框 代表的就是一个古墓的位置 相信听到这儿 您得惊讶了 这么多框框 地下全是古墓 太多了吧 的确 这次发现古墓的数量多得惊人呢 就发现啊 这些墓葬是非常的密集 这个 基本上还可以分为这个两个大区 一直延续到九月份 这个总共发掘的 应该是八百三十一座墓葬 一次性发现八百多座古墓 这在考古史上是极为罕见 而且从这些墓葬的相邻紧密程度 位置关系 考古人员判断 这应该是一个不足的墓葬群 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不足 为什么他们的墓葬群会如此庞大 而在这些墓葬的背后 又会有着怎样的意外发现呢 咱们今天要说的 就是这些古墓背后 暗藏的一系列惊人秘密 好 我们先回到发掘现场 画面上正在发掘的这座墓 是位于后川村编号为M31的墓葬 从探测情况来看呢 这座墓和其他墓并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当发掘接近尾声的时候 考古研究所的驻小东副所长 就是画面上的这位 却跑到墓坑底部来了 拿起工具 在中间那堵墙上 一铲一铲地挖了起来 他在干什么呢 找墓门 有些朋友要说了 这可是墓葬群 又不是亡灵或者地灵 一个普通的墓葬 哪来的墓门呢 问题就在这了 从府市的角度看 这一东一西两个深达五米的方坑 探着像是两座独立的墓葬 然而事实上并不是 这是一座墓 中间有一个墓门连通 祝小东副所长在找的 就是这个起着连通作用的墓门 而之所以从上往下开挖呢 这只是野外考古的安全需要 正在进行发掘的部分呢 是那个墓室部分 按照那个田野考古操作规定的要求呢 为了安全体验 我们采用的是那个大绝顶的方式 就是说就是从上往下全部切开 这样的话那个就比较安全 现在我正在挂的就是这个墓门 墓门这边 我们要把那个墓门那个边给找全 大家看到的情况 基本上就是说那个墓室和墓道 通过这个墓门已经打开 您来看这个模拟图 这种墓很特别 它是左边垂直开挖一个深坑 然后在地下再选择一边开个门洞 接着在门洞里继续平行开挖 然后把这个平行开挖的洞当作果室 再把墓主人的尸海 以及随葬器物放进去 奇怪吧 您要注意啊 三门峡是隶属河南 而河南什么地方 中原呢 那中原地区的葬制是怎样的呢 中原地区普遍采用的 是在地上挖一个垂直的方坑 然后把棺果放进去 再盖上封土 这叫方坑数学木 但是这次发掘的木 坑底却多出了一个墓室 感觉像是一个套尖 这种藏制和中原传统的 方坑数学木明显不同 这种木更像什么呢 倒是更像陕北的窑洞 是不是 窑洞不就是在土墙上掏出来的吗 问题来了 在属于中原地区的三门峡市 却出现了大量这种藏制习俗 和中原传统明显不同 墓穴更像是陕北窑洞的墓葬 那么这些墓葬的主人 会是些什么人呢 您来看这里 画面上的这个地方 是陕西宝基 曾经的秦国故都雍城的宫殿遗址 在这个遗址不远处 考古人员曾经发现过一排窑洞 那排窑洞应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据考证 那是秦人平民百姓的聚落遗址 而咱们都知道 中国人有一个传统习俗叫做 是死如是生 一个人生前怎么样生活 死后也该怎样下葬 秦人生前住窑洞 死后葬在窑洞市的墓室里边 那也就不足为习了 所以专家有此判断 这八百多座墓葬的主人 应该是当年从陕西迁到三门侠来的秦人 只不过他们一直保留着秦人的习俗 死后仍然采用这种窑洞的丧葬方式 这么分析确实很有道理 但是这解开的仅仅是一个问题 而谁也没有想到 当M31号墓葬的墓室被打开 一个更大的谜题却扑面而来 注意 这个巨大的谜题就源自于这具骸骨 看到没有 这是一具保存比较完好的骸骨 但是它下葬的姿势却非常奇特 下肢明显卷曲 在专业的考古术语中 这叫什么呢 这是典型的驱之葬 要强调一下 不光是这一具骸骨 所有的这八百多座墓葬当中 后来发现只要保存完好的骸骨 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这里患之告诉您 这个发现可又是不得了了 当时让考古人员是又惊又喜 这话你可能不明白 为什么会又惊又喜呢 我们知道 一般情况下 古今中外的埋葬方式都是养身直之葬 无论天子诸侯 还是平民百姓 都是这样 这体现的是一种死者为大的普世观念 但是有一些墓葬呢 就会出现一些特殊的丧葬姿势 比如说这个 这是2005年发掘的山西曲卧羊蛇晋猴大墓 看见没有 两座中字形大墓的南侧墓道上面密密麻麻的盖满了很多小坑 是什么坑呢 祭祀坑 足足有227座之多 在这些祭祀坑里边 考古人员不仅找到了牛马养狗之类的动物骸骨 以前这些东西叫做牺牲嘛 最令人惊恶的是其中还有不少人体骨骸 也就是人生 不是东北人生啊 生口的生后病 这些人生啊 无一例外 个个都蜷缩着肢体密密麻麻的簇拥在主人牧师的周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形体姿势呢 很简单 人在饥饿寒冷 尤其是极度痛苦和恐惧的时候 会本能的缩成一团 而当这些人在恐惧中被活埋殉葬的时候 蛆之葬这种体型就被保存了下来 还有您现在看到的这里是陕西宝基的秦宫一号大墓 它是春秋晚期秦国国君秦景宫的墓葬 作为现今发掘的秦国早期最大的国君墓 它有一个惊人的记录 那就是自西州以来发现训人最多的墓葬 在这里发现了多少人生呢 一百八十六局 除了二十个人是因为被砍死 尸骨散乱之外 其他一百六十六个殉葬遗孩 无一例外都是屈之葬 明白考古人员为什么又惊又喜了吧 就是因为这个屈之葬 惊的是 历史上竟然还会有比秦景宫殉葬人数更多的墓葬 毕竟这在当年可是八百多条活生生的生命啊 那喜的又是什么呢 喜的当然是从考古专业角度来说 如果这八百多座墓葬真的是殉葬墓的话 那么在这片区域里边 很可能还存在着一个比秦景宫墓更大的墓葬 远超秦宫一号大墓的屈之葬墓群 是否意味着附近存在着一个更大的墓葬呢 屈之葬究竟从何而来 它真的只是殉葬的产物吗 一把宝剑能否解开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而这庞大的墓葬群 背后还隐藏着哪些弥团呢 经典团集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因为屈之葬的发现 三门峡火电厂墓葬群 一度让考古人员陷入惊喜 因为从以往的经验来判断 出现屈之葬 那很可能旁边就存在大墓 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谁也没有想到 当时考古人员对这片墓葬群的周边 前后进行了多次探测 却始终没有发现大型墓葬的影子 怎么会这样呢 难道屈之葬并不一定是殉葬的结果 而是这种奇怪的下葬姿势的背后 另外还藏着玄机呢 考古人员心里可就泛起了嘀咕了 那么这八百多个墓葬 到底是不是殉葬墓呢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悬疑 并没有停留太久 您来看这些东西 在整座墓葬群里边 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铜钱 这是哪种铜钱呢 秦国时期的半两钱 半两钱的出现 不仅证明了之前专家的判断 这八百多座墓葬的主人就是秦人 而且还证明 这八百多座墓葬的确不是殉葬墓 为什么呢 因为时间不一样 虽然前面我们说 秦锦宫的一号大墓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殉葬人数最多的大墓 但是也必须明白 秦始皇之所以统一六国 其实还得益于他的先祖秦宪宪宫的一项改革 废除人殉制度 在战国时期 常年纷争 人口是最重要的国家资源 殉葬呢 是对人口的巨大浪费 尤其是大量的青壮年 被人为的制造死亡 所以统治者就不得不考虑进行改革 也就是说从秦宪宫开始 秦国已经不再搞殉葬了 那么用什么陪葬呢 兵马俑啊 用陶俑陪葬 从而积攒人口资源 秦国才逐步强大起来 那这跟半两钱有什么关系呢 秦半两钱最早的出现和使用 是从公元前四世纪末时期 秦桧文王年间开始的 而这个时间距离 秦宪宫改革废除人殉制度 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 因为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所以完全可以排除殉葬的可能性 那么说到这儿 整个墓葬群最大的谜题就出现了 什么谜题呢 前面说了 在这片墓葬发掘之前 趋之葬只出现在人殉的墓葬里 有此专家推断 趋之葬可能是殉葬的产物 就是在人恐惧当中自然的蜷缩 形成趋之葬 可是现在已经断定 这个墓葬群并不存在殉葬的问题 那么这些秦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 这种趋之葬的奇怪姿势呢 关于趋之葬 这里咱们稍微拓展一下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 专家普遍认为 最早使用趋之葬这种葬俗的 应该是早年生活在西域一带的 一些少数民族 而在历史上 秦人曾经偏居西锤 长期和西域各族杂储 所以有人认为 很可能在长期的杂储过程当中 秦人逐步接受了这些民族的影响 慢慢地把趋之葬 也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习俗 为什么会这样呢 据说以前少数民族的人呢 选择趋之葬的原因是 他们认为 这种趋之侧卧的姿势 是人体安睡的时候最为舒服的姿势 而用这种姿势 安葬亲人 则是希望他们能够安详地 去往另一个世界 当然了 这只是专家的一种研究推测 至于秦人趋之葬的具体原因 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年代久远 已经无从考证 但是不管怎么说 洞是墓 趋之葬 无疑就是秦人的标志 那么问题又来了 中国自古的传统 讲究夜落归根 人死之后必须魂归故里 那三门峡所处的这一地狱 当年并不是秦国的核心地带 以前这里生活的并不是秦人 那么为什么在这一地区 会出现如此大量的秦人墓呢 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 他们为什么选择埋葬于此呢 从确认这是秦人墓葬群开始 这些问题就始终困扰着考古人员 他们希望在秦人墓里面 能够找到有关的答案 那么他们找到了吗 说实话 几个墓发掘下来 考古人员一直很失望 因为在最初发掘的墓里边 出土的东西实在太寒酸了 有什么呢 您来看 一个是这个东西 东西倒是个青铜的 可是做工实在是太过粗糙 并没有什么太大价值 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是这个糊子 这应该说是有点像后来的那个糊子 就相当于叶糊 它就是一种叶糊吧 就是小边然后尿在里面 然后最后把它倒走 是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是这个东西 形状挺特别的一种桃糊 您现在看这个瓶口 这个瓶口这个位置呢 就看得很像大蒜的形状 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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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个蒜的形状 再加上这个瓶口也比较小 这瓶底下呢 这糊的地也比较圆 这个形状也像个蒜 另外还发现了一些个头很小的 铜顶铜斧之类 但是量很少 做工也都相当粗糙 就是这些东西 一时无法确认这些情人的身份 这让考古队员们 不由地开始陷入了焦虑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大家有点失去信心的时候 一件宝物的出土 却让考古人员意外找到了判断的方向 那么什么宝物呢 就是画面上的这把剑 出土的时候这把剑早已袖极斑斑 经鉴定 这是一把战国时代的青铜剑 不过虽然历经两千多年的掩埋 它依然是非常的锋利 除了这把剑 在这个墓里边 考古人员还找到了一些 书和歌之类的兵器 根据这些发现 专家推断 在这里沉睡了两千多年的 这八百多个秦人 应该是一批秦军士兵 还有一些苏和歌这些兵器 另外侧洞使墓 和这些男性人物 就是驱逝障 就判断这是一批秦军士兵的 这个墓区 换之估计啊 听到这儿有人会不服气 不大可能吧 秦军 在我们印象当中 应该是一支极其强大的军队 要不然秦国也不可能统一六国呀 那强大靠什么支撑呢 钱呢 可是刚才说了 这些墓里边有什么 只有一些粗糙的青铜器 豪器 还有一些半两铜钱 那都是一些 不怎么值钱的东西 没什么价值 还有啊 你说这是秦军士兵墓 为什么只在一座墓里面 发现了青铜箭 而其他墓里边 什么兵器都没有呢 这好像说不通吧 哎 您脑子里边 可能会有这些疑问 是吧 当然了 还有一些朋友 质疑的原因呢 可能来自于这些东西 兵马俑 去过西安看兵马俑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 自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被发现 迄今为止呢 秦始皇兵马俑 除了出土了八千多件 大型陶俑陶马之外呢 还出土了各式青铜兵器 共计三万多件 这是官方统计的数据 也正因为如此 兵马俑被称为 世界上最大的 地下军事博物馆 那有人当然不服气了 兵马俑陪葬 都用了青铜兵器 而且还三万多件 那真实的秦军士兵下葬 怎么可能 没有他们生前 使用过的兵器呢 那么 专家的判断 到底是否正确 如果这些墓葬的主人 真是秦军士兵 他们的墓葬寒酸 绝大多数墓里边 也没有兵器 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他们是秦人 为何却葬在远离家乡的异地 他们是秦国军人 为何墓葬却如此寒酸 当年的秦军 究竟是一支 怎样的军队 这些墓葬 又会告诉我们 怎样的答案 经济传奇 继续为您解密 前面说到 对于三门峡市 大唐火电厂发现的墓葬 专家判断是 秦军士兵的墓葬群 可是秦始皇兵马俑 都用了三万多件兵器陪葬 而这些墓葬里边 却绝大多数没有发现兵器 这该怎么解释 关于这个问题 专家认为 这主要是 时间不同的原因造成 我们知道 秦始皇统一六国 曾经做了一件事 对民间兵器 进行了大量的收缴 所以他下葬之后 完全有能力 铸造大量兵器陪葬 但是早期的秦国 则不同 秦国位于西北边陲 土地贫瘠 矿产缺乏 而且冶炼技术 也相对落后 所以在早年呢 缺少兵器 一直是困扰 秦军战力的重要原因 为此 秦国早期 曾有过严厉的制度 严禁使用兵器陪葬 兵器都非常的少 因为在当时 我们推测就是 这个兵器 也是战略物资 这个除非有很大的军功 是不能陪葬的 特别是身份 比较低下的这些士兵们 所以专家认为 墓葬当中少有兵器陪葬 这是正常的 那么专家的这种解释 能够成立吗 说实话 对于这种解释 有部分学者也提出了质疑 怎么呢 您看这些 随着发掘范围扩大 越来越多墓葬被打开 考古队员们发现 很多墓葬里边 都有青铜剑簇 不是说普通士兵 无权使用兵器陪葬吗 难道青铜剑簇 就不算兵器吗 可以例外吗 关于这个问题 专家们一直心存疑惑 但始终没有找到 合理的解释 而且随着墓葬打开的越多 发现的青铜剑簇 也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 没有想到 时隔四个月之后 一个意外的发现 让专家最终找到了答案 这个建筑的话 是三能追死的 我们的这个出头部位 是这个牧主人的肋骨 把肋骨都射了 都是击穿肋骨 所以它这个积伤力 还是比较强大 而且从根部 当时的掰下来 或者什么折断 原来之前在遗骸边上 发现的这些建错 其实并不是随葬品 而应该是敌方射过来的 这些建簇射入人体之后 随着人的身体的腐烂 而掉落 这就是为什么 这些墓葬出土的兵器很少 而单单建簇 却很多的原因 这个发现 当然也是最终证实 这八百多个墓葬里边 躺着的 应该的确就是 当年的秦军士兵 或者说 这个墓葬群 应该是当年秦国的 烈士公墓 这可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两千多年前的烈士公墓 意义非同一般 但是当这个定义明确之后 马俊才等专家 却在思考 另一个重大的问题 什么呢 趋之葬 您来看 这些秦军士兵 无一例外采用的是 趋之葬的葬俗 前面说了 人们普遍认为 秦人的这种葬俗 应该来源于 西域的少数民族 但是在看到这个 沉睡地下的 秦人军团之后 马俊才却提出了 新的观点 他认为 这种葬俗的形成 在某种程度上 其实是秦人面对 现实的一种 无奈选择 为什么他都是 那个趋之 各个不一样呢 兵们的墓葬 因为所谓 都是战士的 烈士的遗迹 那么从外地的战场 这个运的过程里面 你看 首先它要爆炸 那个时候的运输 一个是骑兵 一个是车 太长了 确实很不方便 那么就是在他 没有完全僵硬的状态下 就是尽量的 给他往里边 劝说 这样包成一个 像包粽子一样 包一个小包 一个小包 那么长短是不一的 专家的这种观点 能不能成立 还有待商榷 但是有一点 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 两千多年前 在墓葬群的不远处 这些秦军士兵 肯定参与了一场 誓死必争的战斗 那么这场战斗的 发生地点在哪呢 这里啊 咱们有必要先回到 两千多年前 那是在公元前 两百九十八年的一天 在秦国都城咸阳的王宫里 秦帝国实际的执政者 宣太后 正心急如焚 说宣太后 你可能不熟悉啊 但是说芈月 芈八子 那很多人肯定能想起来 芈月专嘛 说的就是宣太后的故事 当时宣太后急什么呢 她刚刚接到前方战报 魏韩齐三国的联军 正气势汹汹地向西挺进 尤其是魏国 扬言要一举灭掉秦国 当时他们的军队 已经攻到了秦国 东边大门韩谷关之下 这个时候 年轻的秦昭相王 已经是坐立不安 而当时的宣太后 也一改平日的沉稳 已经陷入了慌张之中 为什么呢 依照当时的秦国的 国力和兵力 是绝对不可能和 魏韩齐三国联军对抗的 他们唯一守护的屏障 那就只有韩谷关呢 据史料记载 战国时期 韩谷关一度是魏国的属地 但是秦孝公在位后 从魏国手中夺得这个关爱 这里就变成了秦国的东大门 事实上 某种程度上来说 韩谷关正是秦国的命门所在 一旦失去 敌人就可以经韩谷关 直插秦国的腹地 关中 因为林宝呢 还属于黄土高原东原 林宝呢 有很多黄土原 那么黄土原呢 冲刷出很多勾祸 有很多 但是只有这个 这十五里 勾祸 能够从 弘龙舰 一直通到 原上去 也就是从原下 一直能通到原上去 能够把它进入到这个统关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战国时期 那段烽火连天的日子里 韩谷关也就不可避免的 要经受重重考验 在秦孝公之后 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 一百多年时间里边 东方列国对韩谷关 展开过很多次的憧憬 一代的进攻 韩谷关 在战争的 就是所谓的合同 还有五次 只有一次 就攻入了韩谷 其他都是在关前 就被秦国打败了 那么只有一次的 就是孟昌军 攻打韩谷关的一次 攻击了韩谷关 一直打到 这个离咸阳 很近的一个地方 而公元前298年 宣太后所面临的 正是这唯一的一次 危机 这一次 秦国最终一反常态 退还之前 对韩魏两国的亲弟 才算把危机给勉强化解 要不然秦国 很可能被覆灭了 而一旦覆灭 这历史也就彻底改写了 那么地位如此之重要 关乎历史走向的 韩谷关 他的位置到底在哪呢 您来看 韩谷关就在 三门峡市所辖的 陵宝市 而今天位于 三门峡市 陕州区的 大唐火电厂 就在秦韩谷关 东北20公里的地方 很明显 这座八百多人的 秦人墓 和这座关爱 肯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专家认为 这些秦军 很可能就是 韩谷关外 当年防备 东方六国的 秦军常驻军团 他们是在关外 维护秦帝国的 一道重要防线 所以不难想象 当年为了秦国安危 这些秦军士兵 在异乡奋勇拼杀 当他们身中敌舰 倒下之后 因为战事紧急 他们无法被送回家乡 只能就近在这里安葬 但是安葬他们的战友们 没有忘记秦人的传统 按照趋之葬的藏俗 让他们脸朝向西方 因为那里是他们的家乡 好 沉睡的秦人军团 咱们的解密就到这里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网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